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僕はレンです 今天要繼續來介紹童年激情熱血動漫 超速悠遊第12集 上回提到原來霧奇舞的秘密 是靠著短繩打出的超級速技巧 減少迴轉半徑不盡可以讓招式更快 還能夠增加穩定性 兩人同樣使出雙重快打 卻能硬生生的拉開一大段差距 進入火山區域 順依靠著傑出的運動神經操作滑板 不斷的超進入才勉強將雙方的距離稍微縮短 可此時霧奇舞還在熱身 他甚至還沒有達到最高速 好的 在他們還在僵持的情況 讓咱們來看看其他組的表現 目前位居第6的大老婆 終於適應了滑板的操作 左手拿出另一個溜溜球準備開始追擊 他的咪咪眼對手原本還看不起大老婆 一時輕敵大意 身後的大老婆已創下最高速的雙重快打 瘋狂接近 雙方追平後所要面對的 是森林肌流中那接近90度的彎道 如果不快速轉換招式 找目前的速度 肯定會撞上去的 最後緊要關頭 咪咪眼在招式的轉換上稍慢了些 導致速度過快直接撞上岩壁 同時間也確定了大老婆能夠晉級準決賽 但他的目標是保持全勝第一 招式切換間竟是如此順滑 然後是最落後的二人組 兩人的速度甚至沒辦法用慢來形容 只見咪咪眼小胖換了個招式加速前進 實際上是躲在了岩石後面 看不見對手的辯慶著急了 管他3721 碧眼就是使出雙重快打 對手在後面阻揍他自爆 但面對幸運值點滿了辯慶 他竟然能夠完美的通過阻礙 這下輪到小胖著急了 正當他使出雙重快打時 一個重心不穩跌落滑板 辯慶可說是躺著晉級 是真的躺著的那一種 至於目前的第一名是驟泰和宗訪源 原來宗訪源還是一個滑板高手 幾個拐彎後就搶下了第一名的位置 呦呼 玩悠悠比滑板還好玩呢 阿乾 真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 溜溜球竟然撬到了滑板邊緣 鏟在一塊 直接被原地懲罰20秒 悲劇啊 終訪源 最後他便放棄了滑板 和溜溜球去學做麵包了 回到主角瞬音這裡 為了追上霧奇武 他再次打破了大老婆創下的最快紀錄 好不容易追上了 這時候霧奇武才真正展示了 什麼是超級速 真的是太會速了 砸眼間霧奇武的身形 竟然成了螞蟻般的大小 這段差距可說是令人絕望 加上不間斷使出雙重快打的副作用 瞬音的手指已經到達極限 就在即將放棄之時 瞬音想起了和大老婆的約定 怎麼可以在這裡就放棄呢? 就算雙手斷了又怎樣 絕不能比一場讓自己後悔的比賽 瞬音的眼神再次恢復了鬥志 瞬音有辦法追趕上霧奇武嗎? 面對超級速的雙重快打 這麼大段距離真的有辦法追上嗎? 下一集 個人認為最精彩的超速優有即將登場 就讓我們期待明天吧 我是直人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